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最近呢我注意到德国和俄罗斯这两国的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那么德国外长呢是马斯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是拉夫罗夫 他们呢代表各自国家就这个北溪二的天然气项目这个问题呢 举行了一个会谈 此前呢就是说这个北溪二天然气项目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它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从波罗的海 把俄罗斯西边的天然气资源 然后呢输送到欧洲国家 比如说德国 法国等等 那么这样呢 欧洲呢就会得到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这个新的供给 从而扩展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天然气的供给来源 这个呢本身是一个单看上去是一个单纯的项目 就是国家老百姓或者说国家的发展需要天然气资源 然后呢俄罗斯正好又是天然气储存的大国 那所以说正好就把这个天然气资源就传递给他们 这看上去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美国对此提出了一个严正的警告 那就是俄罗斯可能呢 对于欧洲国家采取能源绑架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策略 这个词呢还是很新鲜的 能源绑架说白了 就是说那么俄罗斯呢 当然外界可能会看上去 那欧洲国家是用钱购买俄罗斯的资源的 欧洲国家可以不购买呀 对吧 双方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呀 但是大家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天然气资源首先是不可再生资源 它需要好几百万年前才能够逐步生成的这么一种资源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等到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天然气合作关系之后呢 这里面有个问题是 如果哪一天 那么俄罗斯在国际政治问题上 那么与美国发生交恶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啊就可能要挟德国和法国 就是说如果说呢 你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投票支持我的话 尤其是法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那么如果说 那么你德法不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我保持一致 那么我俄罗斯就有可能怎么样 对你的就是断绝对于你们的天然气供应 这是美国所非常担心的事情 但是中共呢 就是说美国呢是想 即此呢 就是说你购买这个德法呢 你去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中共呢是这么去揣测啊 或者说诬陷美国的 就是说美国呢是觉得俄罗斯抢了 这个美国的天然气供应的饭碗 那么这样的话美国 其实美国担心的是俄罗斯这个政权的话 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 一个类似于独裁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权 就他的利益和美国是高度不一致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俄罗斯呢成为呢 就是说独裁者俱乐部当中的议员的时候 他对于自由世界的这种挑战呢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说美国呢 现在对于北溪二天然气项目里边 俄罗斯的这些建设方给予的制裁呢 我想还是有其重大道理的 德法两国啊 其实我想提醒你们一下 就是说你们还是要更加的审慎的去看待这个 与俄罗斯的合作问题 我相信呢德法的情报部门应该已经获得了 关于俄罗斯目前来讲很多的不就是说不正当的这个国际政治干预 以及对他的人民所做的这种制裁 包括普京的这个大独裁者长期执政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政治的这种进程 可以说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俄罗斯呢不会去拥抱民主 而反而呢会向中国 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北溪二项目 可能长远来讲 德法两国就难以保证啊 他的这些天然气里边有的不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说这里边有可能还存在着 与中国的这个利益的链条的输送问题 这里边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说呢 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 一直来讲是东西方 那个独裁和民主价值观的一个 一个决斗场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这是我所想到的啊 对这个新闻的一些重要的点评 相信您呢应该也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评论 发表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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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